用国安的理由把他关到现在也没有出来 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以这个情况来看 其实跟蓝绿没有关系 蔡金树一定是蓝到底的 名嘴嘉敏钦在争论节目上惊爆 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蔡金树 因为国安理由遭中国积压 至今已经419天 家属交集无语问苍天 我们来到蔡金树位于高雄协会的办公室 铁门绳锁放在门口的进口车 早就蒙上一层灰 车盖缝隙间还有蜘蛛丝 看得出来好一段时间 车子完全没被动过 他就是一直这样铁门拉下来 就没有人进入这样 车主疑似就是蔡金树 为何在大陆被消失遭到羁压 从他的脸书来看 去年7月20号朋友还标注他 到对岸参加全州两岸食品交易会 他跟厂商站在一起合照 但两天后20号转机疑似被带 再也没联络 60岁的蔡金树中山大学正言所毕业 曾到厦门大学念经济学博士 之后到福伦社 从秘书做到助理总监 现任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 主要业务是两岸贸易学术交流 两岸的互通的状况之下 我们的中华企业东西要过去 会比较顺差一点 平常活跃于海峡两岸的企业交流 曾经和白狼张安乐坐在一起 出席南台湾两岸论坛 正是大陆台湾交流的参会研讨会 常常能看到蔡金树的身影 因此颇具知名度相当活跃 直过去和大陆向来友好 现在却因为国安理由被抓 所谓的国安理由又是什么 目前只知道蔡金树 可能被积压在福州某看守所 人平安 但何时能被放回来 还是未知数 三地区学人红黄之中黄佳萍 高雄报道